KLBMBOSS 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们的KLBMBOSS 我是Malvin 如果大家有遇到的话 其实在14号当天 就是情人节当天 YouTube突然间出了一个 很多人跑去看的video 他是一只猫 一只肥猫 叫做猴蜻 我相信大家也知道 他是那个Facebook里面的一个 肥猫的sticker 如果大家不知道他是谁的话 可以看一看 这里 就是他 今天 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 到底这个video有 有多特别为何 这么多人跑去看这个video吧 话不多说 Let us start OK Let us go Just the dragon presents Pusheen's Valentine 我有一个巧克力 猫可以吃巧克力的 奇怪 有没有看过猫吃巧克力 猫好像不可以吃巧克力的 会中毒的 奇怪 有可能肥猫可以吃啊 我不知道 对不对 这个就是那个Facebook的那个sticker 你过来了吗对不对 对啊 我拿去跟人家求巧克力啊 喵喵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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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cuments likewise 很致命 ugh 连试练的人抬去球 哈哈哈 哇 整合给他这个 开心思 真的拿来一次哦 包哪里会是巧克力的 掉了 野狗跑出来的野狗 到底猫跟狗打架谁会赢呢 另外一只肥猫 巧克力色的肥猫 肥猫救了他 英雄救美 就这样 他没有鼻子的这样闻 有鼻子的你有看到有鼻子的 我刚刚他是咬过吗 巧克力 巧克力色的猫好像是咬过巧克力色的 是 如果那个猫 又跑去吃那个巧克力的话 不是间接接吻了 又跑去吃巧克力 这样很喜欢巧克力 我原来这个 不信是女的Facebook sticker 不信 就这样子罢了 就这样子就看完了了 我就觉得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 Valentines的video 就好像一个爱情故事之类的 很短超短这个video 有只是那10分钟吗 所以我就给了我的看法 你们又有什么看法呢 留言 让你们知道 祝福 喜欢这个影片的朋友 别忘了点赞 按赞和分享咯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